11月1号回到台湾时候 开始大肆接受媒体的访问 徐春英表示 他附中除了回娘家 剩下的一定是跟两岸婚姻家庭的活动有关 跟此无关的 我一概不会去参加 是他说的 你们可以去查 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叫我去查资料了 既然叫我去查 我就查一下 这个活动标题叫做 2023互台金秋音乐会隆重举行 那这也没关系 2023年互台音乐会 没有问题啊 大家听听歌也OK 可是主办单位请大家看 叫做交大统战 主办单位是上海交大统战部 统战部 所以这叫做统战音乐会 请问这个音乐会跟妇女有关系吗 看起来没有啊 跟婚姻有关系吗 统战部应该没有吧 那是统战部办的活动嘛 那统战部办的活动是严款统一 还是加速统一 徐正英说谎嘛 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 他说他这次回去 今天9月11他回上海 但是呢 虽然妈妈身体不好带他去看病 所以假探亲 真统战嘛 所以你徐正英出席这个活动 你不是单纯的音乐爱好者 你是统战的样板跟统战的旗子 我问柯文哲 你今天受访你不敢回答 对不对 你说跟李正浩不熟 他不知道要回答什么 我跟你讲 柯文哲你不用跟我熟 你跟徐春英这则新闻熟 我相信你的舆情部 已经把这则新闻传到你的手机里面 你看完之后 你再决定你要怎么回答徐春英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除了D潮我还有E潮 你认为我的E潮里面 只有徐春英参加这个活动吗 有没有更夸张的行为 你柯文哲自己想考你要怎么回答 柯文哲昨天在淡江 真的是恼羞成怒了嘛 对不对 学生跟他提问徐春英的事情 我觉得刚好而已 徐春英是你民众党 现在即将要提名的人 请问学生不能问吗 就柯文哲很生气 一啊 没进入司法来就是把他讨论 二啦 拉赵天宁委员来当党箭牌嘛 对不对 我先跟他讲啦 没进入司法就不能评论的话 请问你柯文哲之前 在骂民进党 但的事情是怎样 但的事情有进入到司法吗 没有嘛 请问你在骂民进党 疫苗事情是怎样 疫苗事情有进入到司法吗 没有嘛 请问快三的事情 有进入到司法吗 没有嘛 本来在政治上的评论 如果进入到司法 才能讨论的话 那请问你柯文哲 为什么不敢讲高红安 高红安总有进入到司法了吧 所以本来我们在做政治事件的时候 有没有进入到司法 我们都会来讨论 法律问题 而且民进党更恶心 你一大堆干部是 不只进入到司法 还服刑 服刑完之后 你还重用 请问你民进党不讨论吗 这第一块 第二件事情 拿赵天玲来当挡箭牌 我坦白讲 民众党 我坦白讲 我这则爆料下面有几个 没有很多 民众党的朋友 来拿赵天玲 跟中国女子交往的事情 来当挡箭牌 包含柯文哲 以及民众党的各大发言人 都拿赵天玲来当挡箭牌 我跟你们讲 你们全家逻辑都死掉 就那么简单 今天是反对跟中国人谈恋爱吗 我们今天在座有任何一个人说 不能跟中国人谈恋爱吗 没有 赵天玲委员跟中国女子谈恋爱 那是在外遇的部分 他道德山犯的错 可是问题是 有人说这个中国女子是共铁 讲了这么久 有讲出一个东西来吗 没有 他在没有被证明是共铁之前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 难道你民众党的立场是 跟中国女性谈恋爱等于泄密吗 难道国民党立场是 跟中国女生谈恋爱等于泄密吗 没有 那赵天玲委员退选 是用最高标准 泄密玲珑人来要求自己 这两件事要怎么类比 徐崔英现在是活生生血淋的 被我踢爆 他是中国统战的旗子 中国统战的样板 两者完全不同层次吗 而且徐崔英进入到立法院 他说现在进行是 难道不能讨论吗 这跟赵天玲委员的案例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回过台谈徐崔英这个人 徐崔英他最近坦白讲 我认为非常的高调 非常的嚣张 他9月11号的时候去中国上海 结果11月1号回到台湾的时候 开始大肆接受媒体的访问 媒体访问他说什么 本刊记者问他 每年附中的频率 近日是否有去中国 徐崔英表示他腹中除了回娘家 剩下的一定是跟两岸婚姻家庭的活动有关 跟此无关的我一概不会去参加 是他说的 你们可以去查 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叫我去查资料了 既然叫我去查我就查一下 我就查了查到这个 来这个是今年的10月13号办的活动 我没意见 这个户叫做上海的那个户 上海的简称户 那这也没关系 2023年户台音乐会 没有问题啊 大家听听歌也OK 可是主办单位请大家看 叫做交大统战 主办单位是上海交大统战部 所以这叫做统战音乐会 而且这个统战音乐会有谁出席呢 包含上海四台办的副主任出席 交大统战部的部长出席 交大统战部的副部长出席 请问这个音乐会跟妇女有关系吗 看起来没有啊 跟婚姻有关系吗 统战部应该没有吧 那是统战部办的活动嘛 那统战部办的活动是延缓统一 还是加速统一 加速统一啊 当然嘛 那里面最关键是什么 出席人中华 台湾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 联盟秘书长 台湾新著名发展协会理事长 徐春莺 这桑巴底才特别被显出来 换句话说第一件事情嘛 徐春莺说谎嘛 他在这个专访里面 他说什么 他去中国就算交流 只参加两岸婚姻家庭的活动 拍谁 你除了参加两岸婚姻家庭的活动 你还参加统战活动 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 他说他这次回去 今天9月11他回上海 但是呢 虽然妈妈身体不好 带他去看病 所以假探亲 真统战嘛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参加音乐活动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五百人吧 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专门就写你徐春莺 除了徐春莺之外 被写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严调部的部长 统战部的部长 统战部的副部长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 包含上海赤台办的副主任 每一个都有头有脸嘛 所以你徐春莺出席这个 你不是单纯的音乐爱好者 你是统战的样板 跟统战的旗子 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问个大宅问 我们可以接受 中国统战部的旗子 直接长驱植入到 我们的国会殿堂吗 这是最核心的议题 这个东西不是单纯的外配 我在讲一次 讨论这个议题 很多人都讲说 我们在反陆配 我们在反外配 我们完全没有反陆配 我们也没有完全反外配 中国的女生或中国男生 都一样不分男女 跟台湾人结婚 因为陆籍台湾都是好事一窗 可是你在陆籍台湾的过程中 一边陆籍台湾说自己是台湾人 一边打着台湾人的名号 到中国参加统战台湾的活动 接着你成为台湾的立法委员 而统战台湾的核心目的 就叫做消灭中华民国 全世界是说的过去吗 所以我问柯文哲 你今天受访你不敢回答 对不对 你说跟李正浩不熟 他不知道要回答什么 我跟你讲柯文哲 你不用跟我熟 你跟徐春英这则新闻熟 我相信你的舆情部 已经把这则新闻传到你的手机里面 你看完之后 你再决定你要怎么回答徐春英这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除了第一潮 我还有一潮 你认为我的一潮里面只有徐春英参加这个活动吗 有没有更夸张的行为 你柯文哲自己想考你要怎么回答 你看柯文哲说 因为呢 邱仪说 这个台湾不用钱啦 我就加减去啦 不用钱我就加减去 很多人就说 那今夏大乔如果阿贡说不用钱 那是不是也加减就盖了呢 这是柯文哲的理念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柯文哲常常喜欢把大事化小 就是明明就是大事大非的事情 因为不用钱啦怎样怎样的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话术 是非常非常容易骗人的 很多很多都说对啦对啦不用钱不用钱 可是比较钱的最贵 比较钱最贵 我觉得民众党现在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境就是 他们因为要跟国民党竞争蓝军的票 所以逼得越走越深蓝 而且越走越红筒 我要跟大家讲我不客气的说 他现在民众党连续用了三个人 是连国民党都不敢用的 第一个是徐春莺 我们聊过嘛 国民党过去最多最多就是把它排成新住民委会的咨询委员 如果过去有排名陆配的话 那也可能排个二三十名 就是根本不会上排个一时一时 好这一块 另外一个就叫做正义兄弟 那是冒牌的正义兄弟 正牌的在这边李正浩跟王毅川 我们知识没有错的 蔡正元跟邱毅那个知识有错的 对对对 知识错的 那正义兄弟我坦白讲 过去国民党当然在里面有非常非常高的声望 可是大家记不记得 四年前要把邱毅排进部分区里面的时候 罗志强还去静坐抗议 那个什么徐晓星游衰等人都公开骂的 后来邱毅是跑到新党嘛 去打部分区嘛 对不对 结果现在过了四年 这四年国民党也没跟正义兄弟特别联络啊 对不对 结果柯勒文哲把他全部纳入 放他篮子有多的菜嘛 对啊 然后来帮他请他站台耶 请他帮他助讲耶 对不对 然后柯勒文哲高雄场的时候 请邱毅来助讲嘛 对不对 我觉得邱老师的分析真的太好了 原本大家还在烦恼 怎么样团结 绿营的支持者去投黄结嘛 对不对 原来仇恨动员就是最好的动员 邱毅一站出来 对不对 整个人都全部团结在黄结身上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牌 我都觉得柯勒文哲在饮症止渴嘛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好下场的 好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呢 请教正好 因为李明璇呢 现在开第一枪说欢迎柯勒来站台 李明璇什么样的身份呢 发言人 欢迎柯勒来站台 柯勒文哲今天也说什么呢 举手之劳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觉得重要是这样的 那李明璇 因为刚刚讲完嘛 柯勒文哲就要不断地刨 这个国民党的根 那不断刨国民党的根的时候 就要看国民党能够不够坚定的哦 好像叶元智属于这个风向派 想要但是不敢大声讲 那李明璇呢 就是大声说欢迎柯勒文哲来站台嘛 可以吗 就是刨国民党的根本 当然不可以嘛 敢去得一个第一个臭骂李明璇嘛 对不对 但有人开枪啊 这个很现实耶 很现实嘛 票多的赢票少的数 这很现实嘛 可是问题是与此同时 我并不禁有个感觉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因为李明璇的过去 有像有很多网友 开始把他爬说出来 原来跟柯勒文哲 都叫做心向祖国啦 好 李明璇呢 过去呢 在这个清澈的年代 2017年啊 还有这个所谓的2015年啊 学生时代年纪的时候 去中国做了很多交流 我后来慢慢懂 感觉为什么我最后会跟国民党被开除 跟国民党渐行渐远 可能跟当时一开始的感觉就有差别 因为我学生时代也去中国常交流 我坦白讲 可是我大家可以查啦 网路上都有 我交流的活动 我在学生时代交流活动中一个 那个叫做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我的交流活动是跟中国人吵架 你知道吗 就是我去那边是 中华龙卖青 哇 这看起来就很不错 对不对 然后那里面有什么呢 来自 哎呦 中共中央统战部 国台办 教育部 共青团 中央领导 分别为各营队授齐 授齐的这个台湾主台方 领队就叫做李明璇 他其实当时就参加 很类似的这种统战活动 对不对 这次包含什么呢 台胞青年千人夏立营 湖南飞营 这字怎么念 我书念比较少 书先驱开营 这个东西也是类似的状况 那时候李明璇 就是也是以夏立营的副团长 四星大学管剑系的人 去参加这个活动 对不对 里面还说什么 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众 大陆跟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公众体 海峡两岸都是龙的传人 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我坦白讲 跟柯卫者搞不好 真的一排集合 对不对 那我觉得李明璇 这我没有说你错 这就是你个人选择而已 那我觉得你未来 也可以要徐春莹来站台 对不对 看板可以跟徐春莹合挂 徐春莹高雄唯一支持李明璇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real一点